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偏斜的程度不够大 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诊断 可是家长就会蛮担心的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来 在寻求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在青春期的时候 恶化最快 那中度以上恶化的变异性比较大 那这边补通期是 如果是以腰椎为major curve的话 它的恶化的情形会更加的严重 那长远的困扰 其实我很多个案都是跟了我十几年以上 他们长远的困扰就是 当然一开始来可能是体态不平衡 看起来不好看 然后柔软度不足 可是到了成人阶段可能就是 或者是高中 就是比较年纪稍微长大一点 他们的科业压力工作压力比较大 背痛肩关节宽关节的疼痛 或者是一些半拖位的问题就会出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